苗栗縣特殊教育學校啦啦隊代表臺灣 前往美國參加2024ICU世界啦啦隊錦標賽 他們融入了客家元素音樂 完成每一個舞蹈動作 也順利擊敗美國隊贏得金牌 苗栗特殊教育學校啦啦隊代表臺灣國家隊 以中華台北的名義前往美國奧蘭多 參加世界啦啦隊錦標賽 在整個決賽的過程中幾乎沒有失誤 精準地完成每一個舞蹈動作 擊敗強勁的對手 美國地主隊順利贏得金牌 來自苗栗特殊教育學校的20名選手 幾個月前德之江代表臺灣出賽 除了立刻展開密集訓練之外 還設計融入了客家元素的音樂 運用全新的動作 最後還得克服經費問題 如今美夢成真 苗栗縣長中東景大力讚揚 這群漫飛天使都是臺灣和苗栗之光 教育體制有這個必要 我們應該要更有心好好來 栽培他們讓他們的人生 也可以享受一些成就 有鑑於各類型運動選手出國競賽 面臨最嚴峻的考驗 往往都是經費問題 中東景也決定將在今年預算中提高出國比賽的經費 希望可以獲得議會支持 讓苗栗的孩子們能夠有更多的機會 為吸取國際經驗站上世界舞台 借張心潔 苗栗報道